1963年10月6号 大西洋强大飓风袭击加勒比海地区 强风豪雨总共造成大约4000人死亡 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灾情可以说是十分惨重 1976年10月6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下令逮捕四人帮主要成员 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在会上宣布粉碎四人帮 是毛泽东的遗愿 四人帮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最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2014年10月6号 伊波拉疫情持续扩大 一名西班牙护士因为照顾病患 意外感染伊波拉病毒 疫情扩散到其他国家 造成全球恐慌 全新形态的伊波拉病毒 虽然初步获得控制 但世界各国的防疫部门 都还是不敢轻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 大小是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 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